中国是第一个向前面债捐赠新冠疫苗的国家 这才让简国防疫快速进入疫苗时代 但如今,却有人刻意借此抹回中国的新冠疫苗 因为就在昨天晚上,前面债国防部长迪班指出 有军人在施打了两剂疫苗之后仍然感染了新冠病毒 于是便有人借机声势批评中国疫苗的有效性不足以防疫 前面债副首相兼国防部部长迪班3月17号完指出 军队内陆续出现了确诊病例 其中还有三名军人在确诊前已经施打过新冠疫苗 而且还有军人在完成两剂疫苗接种的情况下 还是感染了新冠肺炎 他因此强调,疫苗并不能完全阻止新冠病毒进入我们体内 大家不能因为打了疫苗便感觉自己不会感染 还是要严格做法防护工作 据悉,迪班1只是工作组调查最后一名确诊军官的行动轨迹 要对所有接触者采样检测 并封锁相关疫情风险区 以尽快切断感染链 事情发生后 前面债便有人开始质疑中国疫苗的有效性 更有甚者开始大肆批评中国疫苗 对中国疫苗进行恶意抹黑 但显然,他们的这种抹黑和重伤是站不住脚的 首先,将在目前不仅有中国新冠疫苗,还有阿斯利康疫苗 迪班昨晚在曝光这个消息时 并未明确指出确诊军人施打的是那一款疫苗 仅凭军队最先施打的是中国疫苗 以及中国疫苗数量更多这两点不足以确认 虽然从时间和数量上来说 确诊军人施打中国疫苗的概率的确更大 但也并不能排除他施打的是阿斯利康疫苗 其次,即便确诊军人施打的是中国疫苗 出现这样的情况也是符合科学逻辑的 早在中国国药批准上市之初 中国就曾给出数据 表示这款疫苗的有效性初步认定为79.34% 达到并超出世卫组织设定的标准 其实包括美国辉瑞疫苗、英国阿斯利康疫苗在内 世上没有任何一款新冠疫苗的有效性能达到100% 所以是打完疫苗之后并不等于不会被感染 疫苗不是金刚护身符 所以,坚不在军队内出现这样的情况并不需要太意外 而且不单是军队 往后民众也会出现打完疫苗被感染的可能 关键还是在于个人防护 截至目前,坚不在累积确诊1505例 3月17号新增35中220社区感染事件相关病例 含2名中国人、9名越南人、23名坚不在人 并首次在事件中出现的美国籍确诊者 收看更多节目的视频资讯 欢迎订阅简中资讯微信公众号和YouTube帐号 我们明天再会